好好听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9月2号的今日评评里 台北地前署针对金华城 弊案约谈柯文哲的 司法攻防已经进行了 三天三夜 那这三天三夜的 司法攻防过程当中 柯文哲到底会不会 被收押呢 即将揭晓 不过照目前情势发展 来看柯文哲被收押 的可能性是非常 非常的高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民众党现在针对柯文哲 所面对的司法难题 恐怕是要走 政治迫害的诉求路线 从柯文哲 进入台北地检署 约谈 然后呢被当庭逮捕 然后呢召开 鸡押庭被检察官 限制阅卷 那在这个台北地检署的 外头则是有相当多的 小草到现场声援 包括了民众党的政治人物 还有网红馆长等等啊 议员立委 以及呢 这个力挺柯文哲的 相关的声音 最近呢 也不断的出现在台北地检署 那小草包围台北地检署 其实大家想到的 跟青鸟包围国会 是一样 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 那青鸟包围国会的时候 认为呢 立法院所通过的 国会改革法案呢 会让台湾的民主倒退 那甚至最终升级为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是由中共隔海操控的结果 蓝白立委才会推动 这样子的一个改革法案 是要让民进党的执政困难 而现在呢 小草包围地方法院 这些年轻人心里头想的也是 那柯文哲正在因为 民进党的司法迫害 政治迫害 就是担心民众党会 侵蚀民进党执政的这个基础 青鸟小草 都是用政治诉求 政治对抗的方式 那为他们心中的 这个理想的政治人物 或是理想的政党 那在贡献他们年轻的热情 那这样子的一些年轻人 对政治的高度的兴趣 那在这个时刻看起来 即便颜色不同 支持的对象 不同诉求的手法 却很类似 那热情激情之外 理性思辨的这个程度 恐怕现在也不是 这些年轻人第一个所思所想 那从民众党的这一个 对抗的策略来看 柯文哲显然是把整件事情 定调为是一个政治的 这一个攻防 那由于这个台北地检署 台北地方法院 是一个集会游行的禁制区 那民进党的侧异力量 也不断的释放出 蒋万安可能会采取 强制驱离的相关的手法 那集会游行禁制区这件事情 就集会游行 到底需不需要事先申请核准 所谓的集游法修法 从这个在野到执政 到这个时间 大家从太阳花 一路对比到这个青鸟 一路到现在的这个小草 那当然如果用同一标准来看的话 应该都会应该要支持 这些公民自主的公民运动 那不管是太阳花青鸟或是小草 应该都要有同样的一个标准的看待 那所以呢 这个有关于声援柯文哲的力量 应该也是 应该予以尊重的是这些小草 对于柯文哲在司法侦办过程当中 那有没有受到公平合理 对待的相关的这个要求 那另外呢 可以看到当这个陈佩奇 成为这一个相关案件的证人 被赤毁之后 结果呢 他也来到小草声援的这个现场当中 那其中也谈到了部分 跟侦察中相关案情的资讯 一般认为 这些动作都会让柯文哲 有创政之余的这一个疑虑增高 就是增加检方对于要收押柯文哲 相关诉求的合理性 那对于法官来说 那这些理由都可能增加柯文哲 被收押的几率 但是为什么民众党做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选择 陈佩奇做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选择 那显然对于司法的这个信任度 或者是柯文哲对于自己 涉案程度的把握度 那衡量之下 决定要以政治诉求的方式 来对抗司法 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够成功 如果呢 柯文哲之前没有所谓政治献金 相关的错账假账的风暴的话 那以图力被侦办 那又没有具体的金流证据 可能这一个方式 有机会可以塑造舆论的同情 扩大社会的支持度 但是因为前面很长一段时间 将近一个月的政治献金 选举补助款相关的争议 让柯文哲的人设 所谓的清廉的人设 基本上已经崩毁过半了 他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要号召更大的这一个社会力量 来挺柯文哲 把整件事情定义成 这个政治迫害的能量 相对上就会非常的低了 然而这一个民众党的这个操作 我看来是以黄国昌为首 所成立的这个紧急应变小组 黄国昌也不断的强调 他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所以呢 建立在相信柯文哲清白 对上司法 到底能不能够拿出柯文哲贪污 一刀毙命的证据 那这个清白以及一刀毙命证据 之间的这一个角力 将会是决定这一场 声援柯文哲的政治运动 他的正当性有多高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今天这个北检 如果生压柯文哲成功 那所拿出来的诉求证据 不够关键的话 就会让这些小草包围 司法包围地院的力量 他的合理性增加 扩散性增加 那如果司法没有办法 拿出具体明确 一刀毙命的这个证据的话 那对于民众党来讲 对于柯文哲来讲 那这政治操作的声量跟能量 就可以持续的加压加大 那也许柯文哲现在正在拼的 就是像美国前总统川普一样 那川普在这一场跟拜登 第二度这个同台竞争的 这一个总统大选的旅程上 身上也背了三十几件官司 其中也有所谓像封口费 这样子所看到的这个金流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传出来 因为侦查不公开的关系 那但是的确有很多侦查中的讯息 不断的泄露出来 而这个泄露出来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造成陈佩奇 到了这个小草声援现场 去站上站台哽咽的一个这个关键 因为他成为整个金流 验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人物 那ATM里头的一百七十万 那这件事情 把他跟金华城的这一个贪污 行费收费比较起来 看起来的金额 显然不是很符合比例 以及相当 那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说服力 即便说服得了法官 说服得了人民吗 这恐怕是台北地检署 在侦办柯文哲 所谓一刀毕命证据 必须要够有力 够强化的一个关键的状况 所以相信柯文哲清白的 这一个黄国昌以及小草们 跟台北地检署 能够拿出什么样子一刀 毕命证据的这个司法侦办 目前正在拉锯跟角力 而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机会 透过台北地检署 无法拿出一刀毕命证据的 这样子的一个破口 把自己操作成像川普一样 甚至呢 在下一场的大选中间 可以凝聚反政府的这个政治能量 那看起来其实希望并不大 因为柯文哲跟川普之间 最大的不同是 川普呢 所代表的还是美国的 在唯一在野党 也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 美国非常明确的 两党政治里头的一个大党 那共和党 那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差距 相对上非常的小 所以呢 当川普能够代表这个 一半政治实力的政党的时候 他可以把身上三十几个官司 这件事情操作成政治迫害 操作成选民愿意相信 川普是因为足以挑战拜登 而被司法追杀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那以至于气势惊人 甚至搞到拜登必须退选 退位让贺锦丽来选 才有办法扭转民主党 颓势的一个选战策略 所以柯文哲要变成川普 那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茫的 因为柯文哲所代表的这个民众党 他的政治能量 跟川普所代表的共和党的筹码 落差很大 所以当柯文哲想要把整起司法案件 转化成政治迫害的状态 那要打出拼出像川普一样的气势跟局势 一在台湾社会没有同样的环境跟土壤 二他的政治实力 他的政党政治实力 跟川普所代表的这一个共和党的政治实力 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以上今天的评评里 谢谢收听 谢谢大家